大家好,网球老梁 刚才看了一个郑新闻的采访视频 就是他上次比赛结束以后的采访视频 他里面谈到了两点 我听完以后呢 觉得想和大家交流一下 第一个他说 他那场比赛呢 可能只放回了三层视力 第二个呢他说 自从罚网以后 他对自己的期望值就比较高了 他就带着压力了 然后呢他在这种压力下 这种打球哈 他觉得还不太适应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发挥不出真实的实力 其实会导致这次最后的失败 我听完这个哈 其实我觉得我想 我也想说说我的一些感想 第一个首先我很欣赏郑新闻的坦率 这种真诚和坦率 我觉得是他特别好的一个品质 特别好 第二个我也接受和赞赏 他年少轻狂或甚至是那种新高气傲 非常好 因为运动员 某种运动员 尤其顶尖运动员 你一定要具备这样的气质 舍我其谁 没问题的 必须这样的 我觉得这是他的先天优势 这个你从一方面说 你觉得他年少轻狂 不是天高地厚 但从另一方面说 这也是一个顶级运动员 所应该具备的气质和性格 我们从这点来说 这是好事 那么我们 其实重点要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 你给自己的期望值的合理性 合理性 也就是说你对自己 要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你不能说 你打败了科内 打败了一场科内 或者说你和那个 那个斯瓦泰克 交着打了一场 或者是因为自己有问题 遗憾说 你觉得你心里 你能打得过斯瓦泰克 没有问题 你要知道 当时你处于什么状态 你处于一种 怎么说 就处于一种 一开始的 无知者无畏状态 你是一个新手 那么你完全没有包袱 然后你就开始拼着打 是 你那个时候可以把自己 全部的能量发挥出来 那么当你现在开始 有了压力以后 你现在开始有了 对自己的胜利 对自己的名次 对自己的积分 开始有要求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感到压力了 你曾经打败那些选手 包括斯瓦泰克 他们也有压力 你想过没有 他们当时给你打 就有压力 对不对 当你有了压力以后 其实你就不再是你原来的 就暂时来说 在你没有适应这种压力之前 你就不再是你原来的 这个曾经文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他现在有了这个压力以后 你看他现在脑子里想的 可能啊 更多想的就是 比如说 胜利 积分 想的更多是结果 结果 所以说他脑子里面 就没有去更多的去想过程 这导致他 最近的球 就你会发现变得非常的简单 粗糙 要么很简单的赢 靠S球 要么呢 很简单的输 没有S球 就输了 你就会感觉到 他的球好像退步了 他的球怎么打着打着 还不如以前呢 我认为他的核心 就是他这个心理问题 就是这个心理问题 他的心理太想去 太想结果 他太想在名次上 名利上 名誉上 证明自己 那么你 你脑子全部想的结果的时候呢 你的过程 你就不愿意 花心思去想 不是他不知道 是这个时候脑子里就想 就不愿意 就像 我们就像那个学生 在学习的时候 你跟他说 你要找你去基本功 你要怎么怎么样 你要把这本吃透了 但是呢 很多学生 就不愿意想这个过程 因为他知道 是 你这样说是对的 但是呢 我现在马上就要 下次考试 我就冲到前十 前三 前二 所以说 他就愿意采用什么方法呢 刷题 死记音背 等等一些 短期的一些 所谓能够提高成绩的方法 他脑子里面 已经根本就不可能说 我慢慢真的学知识 一点点抠细节 抠基本功 完全没得心思 脑子里 全想着下一次考试 我要冲到前三 一样 振兴完现在状态也是 想着就是下次大满贯 我可能 我可能是 撑到前四 甚至他想的是 或许我就多大满贯了 对不对 下次我就多大满贯了 当他脑子 全想着这个的时候 你想一想 他怎么可能有心思 有脑容量 去想过程 去想战术 去仔细分析对手 没有 即便是周围的队友 即便是周围的团队 和旁边的工作人 跟他讲这些事 脑子里估计 也听不进去 因为我们周围 那个学生也是 就是这样的 你看周围 他毕竟才19岁 对不对 你看那高中生 你到年轻人 你到这个时候 他就这个状态 他脑子里 全部想的是 下一次的成绩 下一次的排名 所以说 我觉得郑清凡 现在就处于这个状态 就处于这个状态 他和阿尔卡拉斯的状态 还不一样 人家阿尔卡拉斯 也是压力大 但阿尔卡拉斯 毕竟 拿到个大师的冠军 所以说阿尔卡拉斯 他是能够回去 沉静的下来 他的那种 那种自信 还是有底气的 所以郑清凡 现在这种 这种自我的认知 他之所以 有压力大 是什么呢 他对自己 有很高期望值 但是呢 由于没有成绩垫底 所以他心里也虚 点虚 然后呢 技术方面呢 其实也比较粗糙 他自己也知道 发球也不稳 都知道 但是呢 他就希望是呢 也许我一下 就打个大马冠 也许我一下 就成名了 就跟他考试 学生考试成绩一样 这个可能不考 也许他就这么考 也许我这个题就压对了 也许我下次一下考试 就得前三了 至于说真正的实力 是不到前三呢 不管 管那么多 我先考前三再说 也许郑清凡内心想法 也是这样 至于说我真正的实力 是不是得到大马冠 不管那么多 我这次 我先得到大马冠再说 他想的是什么 拉杜卡诺也没用的实力 对不对 很多没有用的实力 不都得到大马冠吗 那为什么下一个 不能是我呢 我估计他满脑的 想到这些问题 当你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的球 你在周围的人给你连起来 看起来 包括像我们这球迷看起来 你就会发现 这球打的什么呀 怎么去打个岔呢 怎么都 好像打的都不是他的 也就是他说的 实力就发挥不出来了